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小心 不要在人面前行仁义 故意叫人看见 若是这样 你们在天父面前就没有赏报了 所以你试舍的时候 不可大吹大雷 如同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 所做的一样 以博取人们的称赞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报 你试舍时 不要叫坐手直到右手所做的 使你的诗舍隐而不漏 这样你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你祈祷时 不要如同伪君子一样 爱在会堂和十字街头 站着祈祷 为了引人注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到了赏报 你们祈祷的时候 要进入内室 关上门 向在暗中的父祈祷 你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你们进食的时候 不要像伪君子那样 面带愁容 他们哭上着脸 叫人看出 他们在进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到了赏报 可是你进食的时候 可是你进食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不要叫人看出 你在进食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参念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了四旬期 我给大家分享三点 基本上是来自今天的三篇读经 在读经二这样一句话 看现在正是食恩的时候 现在正是得救的日子 一说四旬期 以前的翻译的名称 叫阎摘月 人们就觉得开始守斋了 每个星期五守斋 然后不再大事的庆祝 比如说过喜事 基督徒就避开这些 其实这还不是主要的 要不以前叫阎摘月 现在不再这样称呼了 因为守斋不是主要的 虽然今天我们都守了斋 四旬期告诉我们 这是四十天 不同寻常的时期 是一段特殊的时期 是什么时期呢 天主食恩的时期 天主救我们的时期 这一段时间 天主的恩宠特别丰富 天主要拯救我们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 请大家注意这四十天 随后第二点 那在这四十天 我们该做什么呢 读经一 约尔先知 他这样招呼人们 你们要全心归向我 这是天主的邀请 全心归向天主 走向天主 一会儿在神父送圣灰的时候 在每个人头上 平常即使你不领圣体 或者不能领 或者还没有准备好 但是今天神父在每个人头上 撒圣灰 要念这句话 你要回头改过 信从福音 你要回头改过 这就是先知的邀请 你们要全心归向我 回头的意思 原来你朝这个方向 现在回头掉头了 回来 我们平常朝哪走着呢 是不是朝天主 每天我活一天 离天主进一步 你可能说 不不 我都没想过这事 我也不知道再往哪走 离天主 或许越走越远 好 现在这段时期 是我们走向天主的时期 教会怕我们偏离方向 四旬七 这四十天 这是一段路 路程 让我们走向天主 调整方向 就像我们开车 用导航 或者不断地看路标 不然越走越远 走背路 我们这四十天 教我们看看路标 看看检讨检讨 每天的生活 是不是在走进天主 每个人都是这样 每个人 从神父到教友 从大人到小孩 你看今天 我们读的先知书 他这样说 你们要召集民众 召开圣会 到处吹起号角 那不知道的 都让他们知道 这是一个盛大的时期 干嘛 我们归向天主 让每个人听到 天主的邀请 你们来吧 召集老人 集合孩子 甚至吃奶的婴儿 新郎要走出洞房 新娘也赶紧出来 不要再忙别的 我们一起向天主说 天主 求你垂怜 你的子民 对 每个人要听到这个邀请 我们要走向天主 这是今天的读经 第三点福音 具体的我们走向天主 教会传统 一直在用这一段福音 这一段福音 我们大家都熟悉 教会这样告诉我们 有三个方法 实际上是耶稣今天讲的 拿三个方法 施舍 祈祷和进食 这是我们基督徒 生活中的三件武器 施舍 我们不要只是为自己活 要注意身边的人 可能有比我更需要的 我能给他点什么 你说他家钱比我还多 可是他现在陷于痛苦中 我可能给他打个电话 我可能去他那儿吃个饭 跟他聊聊 他就感觉到安慰那好 有的时候他需要钱 需要什么 我能帮助 帮助 施舍 让我们注意到身边的人 为什么 因为天主是爱 他愿意他的孩子们 活在爱内 今天我们的心 都比较硬 但愿我们注意这个 教会 历年来 两千年来 如果在别的方面 受调教会 受调教会 有很多人批评教会 说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但是在这方面 教会没有受到过别人的责备 就是施舍 教会特别注意爱德 到哪儿去都注意到 照顾穷人 照顾那些弱小者 有一位主教 在教难当中 被抓起来 然后 法官说 把你的财产 都拿来 他说那好 那你得放我回去 去拿 好 明天几点钟 我们等你 这位主教 没有誓言 他出去以后 没有逃跑 第二天就来了 在他身后 跟着很多的穷人 法官说 我让你回去 拉你的财产 经营财富 大家奉献那么多 那你拉的东西呢 全部充公 这位主教一转身 指着后面的 这就是我的财产 这就是教会的财产 教会的财产是什么 是这些穷人 这是我们的宝贝 耶稣曾经是穷人 当耶稣 他独促我们 爱别人的时候 他说 你们为这些最小的 最可怜的弟兄姐妹做 就是对我做 将来天主审判 我们就问我们这个 不问我们盖了多少房子 做了多大的事业 你有什么学位 几个公司 可能天主都不问那么多话 就问一个 你每天有没有帮助 你身边有需要的人 所以你们看事实 就这么重要 今天的人看的是相反的 我有越多越好 我钱都挣来 到我这儿才好 钱多有的时候 不一定是好事 将来天主审判我们 问你的问题 你怎么用这些钱了 你的时间 你管愿意火大年纪 生点病 就害怕得不行 天主会问你 一年365天 你今年80岁 你都做了点什么 每天 有没有注意 帮助身边的人 你看耶稣讲诗诗 这个很重要 基督徒要注意到 爱德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 随后讲祈祷 祈祷 我们每天花一些时间 在天主面前 充充电 祈祷对 就是充电 就是加油 不然的话 我们很难活出福音来 我们很难改变 我们甚至认识不到自己 到这来也是领受光 现在天已经黑了 在晚上 你的脸脏不脏 看不到 身上脏不脏 看不到 一打开灯 照照镜子 发现了 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在天主面前 听道理 就发现自己哪做得不好 就像照镜子 就像来到光这里 我们累了 我们有压力 到天主面前 祈祷的时候 是天主会安慰我 一句话 心话怒放 所以祈祷 必须的 耶稣 教我们 常常祈祷 每天要祈祷 花点时间 进入内室 我引用这句话 请你们注意 不止是好多教友 主日弥撒都去 同工念经都去 自己了就不祈祷了 耶稣说 进入你的内室 关上门 一个人祈祷 一个人把你的心打开 你跟父的关系 不是让别人看的 让别人拽着你去 催着你去 不 是我自己 我需要付 祈祷是这样的 无论有多少人 就像我自己 全心地在父面前 这个是祈祷 每天我们要花 几分钟时间 单独地 在天主面前 跟他说几句话 每天 还有进食 耶稣教我们守斩 这也是教会传统的 特别讲的 基督徒该做的 守斩让我们饿一顿 然后觉得没有力气 什么意思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软弱的 今天想吃 守个斩 感觉到没有力气 我知道 一顿饭不吃 我就这么软弱了 饿了 什么都不能做了 有一天 不想吃 再好的东西 吃不下 那怎么办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健康 都是天主给的 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生活 守斩 让我们在软弱中 意识到 我需要天主 我吃的东西 不都是天主给的吗 你说我 我种的地 涨的脑中 涨的麦子 涨的大米 这不是我守工作的果实吗 没有阳光 没有水分 你种 什么也不会收成 所以不要以为 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 一切是天主给的 好 弟兄姐妹们 我在总结说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进入一个悔改的时期 一个走向天主的时期 我们用这些方法 祈祷 施舍 让我们注意聆听天主的话 走向天主 每一天 离他近一步 阿们